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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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点的就是你点什么 肥牛拌饭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饭啦 还点了三串他们家的这个炭烤 还是什么的肉串 看着也挺好吃的 上面是孜然吧 觉得今天自己不够好看 专门去买了一个口罩的小胡 你看他脸蛋子上的肉 你好像蜡笔小薰哦 就特别像是这样子的屁屁脸 眼睛能不能睁大嘛 腰重 哈喽我现在到家了 刚刚就是去台湾艺术照 我又去逛街了 然后我又买衣服 买了一个这个地宿 他们家的那个外套 特别特别好看 是那个Angela Baby拍 UGG的时候穿的 然后是一个 其实广告上它是偏棕色 但现实生活中 我觉得是偏绿色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 我穿上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看 穿上呢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特别可爱 它是一个短款的 然后这种毛绒绒的 超级舒服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很厚 因为它里面就还是这种 很薄的这种面料吧 我觉得就这两天穿 我现在就准备穿着这件 下去吃串串 我真的是我妈说的 狗窝里藏不了剩馒头 那我现在就准备下楼了 我们等会再见咯 拜拜 我们今天晚上又来吃小郡干了 然后我刚刚在隔壁买了一个这个 牢骚冰粉 这家特别好吃 里面有牢骚 然后瓷巴 还有那个圆子 今天是10月20号 我又在家里看延席攻略 我们全家都来看 看到第67集 这真好好看 我已经看了三四遍了 就真的很好看 给大家推荐一个吃的 是道乡村他们家的这个牛舌饼 我那天在王府井买的 这个真的特别好吃 它是这种很酥的质地 我刚掰了一半 里面是椒盐的 我当时第一口吃 我觉得味道好奇怪 为什么要把糕点做成咸的 后面觉得越来越好吃 就一点都不腻 因为我自己是不吃零食的 所以我很喜欢吃糕点啊之类的 反正超级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吃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跟我妈煎中午的午饭 因为我爸不在家 他出门了 然后就我们两个在家 我妈也根本懒得给我做饭 为了方便 我们两个就准备吃拉面 吃拉面说他们家的 看小胡是你哦 好可爱 然后这个呢 拉面说我已经吃过很多次了 反正我已经自己买过三次二四次 反正他们没有很火的时候 我就买过 我觉得挺好吃的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 藤骨叉烧和那个番茄味的 大家如果关注了很久的话 都知道我真的非常喜欢吃拉面 就是日吃拉面 每个视频基本上都爱吃 然后还有两盒树莓 准备等会儿也把它吃掉 我妈还给我煮了一个水煮蛋 大家喜欢吃水煮蛋还是荷包蛋 我都可以 只是我觉得这种拉面 就是配水煮蛋会更好吃一点 其实应该配糖心蛋 因为技术要求太高了 那我们就算了吧 然后我妈准备吃的是 地狱辣味的拉面 这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好想吃辣的 但大家应该听出来我感冒了吧 我昨天晚上去吃了个串串 然后现在嗓子更痛 所以我就不敢吃辣的 然后里面有面 就是这个里面东西特别多 也因为它东西特别多 所以它保质期相对而言也会比较短 就是比较新鲜一点嘛 就两个月 然后这是笋 木耳 汤底 就基本上跟那个店里的面一模一样 就里面的东西 然后葱 泡菜 这是不是泡菜我也不确定 还有叉烧跟紫菜 紫菜你可以就等它摆盘的时候 摆出你想要的造型 然后其实辣的跟这个里面 基本上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就多了一个辣椒油和辣酱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很辣 因为我自己也算比较能吃辣的 我就觉得就辣味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那我现在就准备去煮面了 我今天下午还要去剪头发 等会准备出门 我还有点想染个头发 但不知道 准备到时候去看一看吧 看那个理发师怎么说的 我的面呢就煮好了 真的特别特别香现在 然后煮出来非常像那个 就外面那种拉面店卖的 真的特别特别香 我还放了小葱跟芝麻 就让它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还有叉烧和我刚刚煮的那个水煮蛋 我把它对半切开了 我的树莓也洗好了 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吃饭啦 他们这个叉烧真的特别好吃 我以后干脆改行做美食吃播算 至少会比我化妆化的好一点 这一天程度真的特别特别冷 就非常适合吃吃这种汤面 我觉得这个汤的味道真的挺不错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准备出门了 我已经收拾完了 妆也化完了 多写收完了 然后我刚刚给小葱发短信 它应该已经快到了 那我现在就准备出门了 出门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穿的什么 我还有点紧张 因为今天要去剪头发 不知道剪穿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说明剪完很差 我要崩溃 出门之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穿的什么 大家不觉得我头发真的长长得挺多了吗 我觉得长得还蛮快的 上面呢穿了一个这样子 黑色的一个针织衫 好像又取不上胶了 然后是嘉南B他们家的 真的特别好穿 他们家的毛衣 就我真的 他们家毛衣 基本上都是他们家的毛衣 就是这种打底的 然后裙子呢 穿的是上次那个 购物分享说的那裙子 但这裙子对我来说 其实有点太大了 就是它这胸围和这些地方 但没有办法了 那我现在呢 就准备出门了 我们现在坐到车上了 我刚一出门 真的冷到爆炸 然后我立马在楼下 让小胡给我买了一个暖宝宝 这一天成都真的太冷了 小胡今天早上也去剪了一个头发 他就是超羞 胡胡你是不是我的粉丝 我觉得他这个头发剪完了以后 显得整个人要 就是瘦一点点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们现在再去那个王府井那边的路上 特别特别多 还在继续打呢 要连着打一把 我们终于到啦 然后今天又是阴天 就是成都我觉得拍视频就会真的很难看 因为天一直都很严 然后我剪头发的地方就到了 就是意念 就在王府井后面 我之前几年一直都在这家剪 但最近都在我哥哥那剪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剪完头 刚洗完头还没有剪头 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发型师 他现在在剪上一个客人的头发 我就坐在这儿等他 不会剪完要四五点的样子 等我的小胡 嗨 哈喽 我们刚刚从Course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喜茶 是喜茶吗 人有多少 我的妈呀 幸好我现在不能喝饮料 不然我肯定就是其中一位了 你真的陪着我排队 就是你逛街 我逛街你排队 我去剪头发你排队 差不多 我们刚刚去完阿菲斯 现在准备去泰谷里 我准备去看一下 那个Furla开门没有 我还是很执着想买一个毛球 因为分底的实在太贵 街人真的特别特别多 我们去泰谷里逛完就准备 回阿菲斯吃饭 现在在下雨 都打了伞 然后我们就准备在他旁边这家店吃饭 但看起来人并没有很多 希望有位置吧 站在高的 就是这家店 我点的是这个香辣番茄酱的意面 然后小壶的是咖喱鸡块饭吗 咖喱烤鸡炖饭 咖喱烤鸡炖饭 看起来就没有我的好吃 很犀利 这个是一份烧烤拼盘 我们现在吃完晚饭了 就是阿菲斯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下午饭了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下午饭了 再来逛一圈 逛个十多二十分钟吧 就打车 要提前打车嘛 不然这边人真的特别多 就准备回去了 现在外面再下雨 幸好我今天带了伞 好冷啊 我真的完全不能接受 我有流害 我就一直想弄它 一直想弄它 就觉得好奇怪好奇怪 所有人都在看我怕什么 太尴尬了 我们刚刚不是说要打车吗 结果我们真的低估了 现在的人流量 现在7点19那样子 刚刚看那个打车软件 要等100多号 就看了几个都是要等 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们两个好不容易打到了 坐在这等了20多分钟 那个车竟然离我们 还有半个小时 那我们现在就只能 坐在这慢慢等 哎 小狐幼仔看游戏 RNG比G2 现在还是第三局吗 第四局 第四局 多少比多少了 2比1 RNG2吗 你不会头晕吗 他们 好的 小狐给我带个酸奶 再给纯真做广告 我觉得它跟那个味道 基本上一模一样 差不多吧 好像是一模一样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到家了 然后准备去洗漱去卸妆了 我真的穿的特别特别多 我简直是穿的非常夸张了 因为真的好冷啊 成都这两天 我今天去见了一个刘海 大家应该都看了快10分钟了吧 我自己真的还挺喜欢的 可能有些朋友真的看不惯 感觉不适合我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真的没有关系 因为我让它剪的特别长 所以我可以随便把它撇过去 就跟弄成跟以前一样的 就是每天都可以变换不同的发型 其实呢 我自己是那种 就是只要稍微变换一点发型啊之类的 我心情都会好很多 哪怕就是剪短一点点 这段时间我真的是压力各种烦恼 真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呢我就心想我去换一个发型吧 就然后我也没有染也没有烫 我觉得这是比较容易挽救的一种发型 我自己还真的挺喜欢的 嗯 希望大家也可以慢慢接受吧 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去洗漱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去试一试 变换自己的造型 就去剪短啊 剪个刘海去染一下 烫一下 真的就整个人觉得不一样了 就是一种我可以开始重新生活的感觉了 突然开始这种夜晚间的心灵鸡汤了 那我现在就准备去洗漱了 我们过几天再见咯 拜拜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是10月23号 明天是我生日 然后因为大家听出来我感冒更严重了吧 然后明天我课比较多 所以我就说呢 就今天提前跟我就是朋友啊 还有小胡他们一起过好了 出门之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什么 我现在准备去取蛋糕了 今天呢就穿了一个这样一个毛毛的外套 这件是我去年还是前年买 反正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里面还是黑色的针织衫 配黑色裤子 然后下面还是马丁靴 这双鞋真的穿的利用率非常之高了 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了 今天还扎了一个这种 半丸子头 我自己觉得还蛮可爱的 那我们就等会再见咯 我们两个现在到 这叫什么 龙城国际吗 到这边来 那个取蛋糕 我昨天晚上 订了一个好历来的生日蛋糕 真的 就是我们学校这边 真的没有什么蛋糕店 除了好历来就是什么 爱达乐 只有爱达乐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吃蛋糕啦 哈喽 各位好 我们现在到那个吃晚饭的地方 就晚上准备 吃烤肉 就在龙虎 我觉得这下真的比好 这次好吃一点 已经取代了好运 在我心里的地位 然后我们都到齐 我们四人 就小博我 还有女爵爵 还有我发麻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吃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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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Cuz I JUST WANT TO STAY ADO I'd like it better with you There's nothing like your best time in company City night It's so enticing but I'm ready to stay Hello,我们现在吃完蛋糕了 从那个咖啡厅出来了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的样子了 特别黑 我们学校这边也没什么路的 他们就都准备回学校啦 我跟小湖边早上第一节课还有课 我现在嗓子真的特别特别疼 就根本说不出话来了 基本上要 所以呢我现在准备出校门 去我朋友也生病了也感冒 然后我们俩准备去买个药 买感冒药 我再买一个消炎药吧之类的 小湖 这个是下午的时候小湖给我送的花 还有他给我的这个 我真的好想哭啊 然后是粉色的玫瑰 我最喜欢粉色的玫瑰 真的好好看 谢谢小湖 爱你哟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是10月25号 我现在准备出门了 今天准备跟我室友一起 我们出去他们给我过生日 我的这个生日真的过得非常之久 出门之前给大家看我今天穿什么 我今天是嗓子也挺哑的 但比早上好多楼藏根本话都说不出来 所以声音可能有一点点奇怪 今天呢穿了酷气的这个卫衣 真的特别特别长 我还是没有去把它改断 然后下面呢就穿的黑裤子 配邝威的这个第一帮的鞋 我觉得第一帮真的比高帮鞋的腿细 就反正比那个1970的那个高帮 那双我买了以后就没有怎么穿过 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出门了 我们等会儿再见咯拜拜 我们今天又来吃烤肉啦 然后出门之前 我还自己又带了一杯热水 放在保温杯里面 结果我并没有喝 我又去拿了一瓶水 还是饮料好喝 我最近在看这个韩剧 叫内在美 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拍出了八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 就把所有的重新看一遍 真的超级好看 快给我唱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WAN WAN 哈哈哈哈 那我煮吗 那煮我料的吧 可以吃的吧 可以吃耶 可以吃 可以吃 我吃这个吧 我也想吃这个 我把铜肝咬下来 嗯 卡通你 你这种奶油好 嗯 今天晚上的月亮真的特别特别人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那我现在可就要去洗漱了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哈喽 我第一套已经拍完了 然后我换了这套红色的 结果又准备换了 因为它这个领子真的太低了 我准备应该还是会换一件白色的裙子吧 可能觉得适合我一点点 我拍完照了 然后现在来吃晚饭 在玉林这边 是鸳鸯炒手 一半是米线 然后一半是炒手 还点了一个咖饼